早安 今天是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AT開市直擊 今早我們有東亞證券的高級投資策略師陳偉聰 陪大家一起開市 Jason 今天大事有什麼焦點 今天可以繼續看著人民幣的匯價 近期因為跌得比較厲害 對港股或多或是有些影響 另外也要監視北水淨流入 例如國家對資金繼續買貨 令市場有些支持 外電就說到美團有機會發債 到底對他們的股價有什麼影響 Jason也會跟我們詳細分析 觀眾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資方面的問題 歡迎來WhatsApp給我們的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 ETF 在聊天室內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稍後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上日個別發展的NVIDIA 反彈7% 導致要跌近300點 導致低開後一度要跌超過400點 收市跌299點 收報39112點 跌0.8% 標指收市上升0.4% 收報5469點 納指連跌3天後反彈超過1% 收報17717點 納指金龍中國指數向下跌超過1% 歐洲股市亦普遍向下 焦點科技股普遍上升 Google上升2% 創新高 Tesla和Meta升幅超過2% 芯片股有一個反彈 NVIDIA連跌3天後反彈近7% 本後股價繼續做好 2月託證券形式在美國買賣的科網股ADR 相比本港上的收市 各別發展的網易比本港上的收市高 匯控比本港上的收市略高 阿泰區方面 日經平均指數早段升超過160點 最新報39,335點 升幅0.4% 首爾綜合指數都是升5點 昇年普通股指數向下跌60點 新西蘭50成分股指數就是靠穩 和大家跟進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現在早段是在向下跌超過70點 最新到17,900點左右的水平 對原本會繼續和大家看著 和Jason談談外圍情況 昨天第一題問題都是問NVIDIA 今天也是繼續的 連跌3天後昨天反彈7% 之前連跌3天 暫時未收復回吐之前高位的失地 消息面上 NVIDIA向美國證交會提交的文件顯示 行政總裁王仁芬 在6月13日至21日期間 即上兩個星期出售了72萬股股 套現大約9400萬美元 仍然直接或者間接持有NVIDIA 超過8億6千萬股股 另外付稅在公司回吐的時候 上調了NVIDIA目標價至150元 形容仍然是AI浪潮中的王者和造王者 即是King and Kingmaker 美銀也說到 基於公司基本面和股價紮實 未來的潛在機遇仍然巨大 任何股價波動都是短暫性質 因為仍然NVIDIA是首選的股份 你認不認同大行的理據 今次回調後有一個挺大的反彈 是否確立NVIDIA逢回調就要加倉這個策略 逢回調加倉都要看回調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像今次來講 純粹是因為剛剛提到的 黃仁芬選擇有些減持 但是減持的量 你看回說只有9千萬股 你佔了它 就是total的持股量 都接近9億股 雖然不是9千萬股 是9千萬的美金 的錢 如果計算股數 應該是幾十萬的 如果你說幾十萬的股數 你比起它現在有9億貨來計算 其實佔比就真是微乎其微 純粹是因為這些因素 我相信就不足為據 因為始終見到黃仁芬 又不是第一次減持 去年其實 9月份的時候都減過一次 當時去減 雖然量就好像少過今次 但是你看到它減完之後 那個股價繼續都是飛天 繼續創新高 所以就不是代表一些大股東 一次兩次的一些所謂減榜 出售股份 就等於說 令到股價 一定是叫做見頂的Signal 但是當然如果你說 接下來見到有其他的因素 令到可能那個股值 大家覺得不應該比太高了 或者大家都開始關心 增長的動力是有機會放緩的話 那這些因素就零計 但是至少今次來講 你問我的股價下跌的原因 就不是因為那個基本面 不是因為整個AI市場那個 增長的潛力是改變了 導致它的股價下跌 所以純粹是以今次這個走勢來講 我會都將它歸納為一些 叫做之前是升得太多了 超買得太厲害了 做一些所謂技術的回套 照計那個的幅度也好 或者維持的時間也好 都不應該說會真的叫做太大 或者太長 所以我也同意的 如果說今次的股價 再有機會可能回多一點點 繼續去吸納 我相信都是一個正確的策略 是的 譬如說 昨天反彈完之後 就去到126美元的水平 如果看賦稅這樣的報告說 去到150元的 那還有一些上升的空間 你覺得現水平吸納又是否OK 現水平我都覺得股價 就會繼續偏向波動一點 因為始終 如果你說之前做了一個 那麼厲害的超買 都不是單單NVIDIA 整個NASDAQ的指數 都明顯是出現了整個美股其他指數 兼且你看到那個 譬如14日RSI 都去到整隻80流上 那基本上 以過去這5至6年 即2018年到現在的經驗 那每次 無論是一些大的Tag股也好 或者整個NASDAQ 100指數也好 當RSI又去到80流上 那基本上之後 那兩個月至三個月 就會有一個都比較明顯的回調 那麼回調幅度 可能大概是10% 到20%左右 但是好像剛剛這樣說 通常這個回調的時間 就不會說真的很長 一般來說可能是十幾日 到三十幾日 就完成到整個技術上的調整 但是由於現在NVIDIA 或者整個NASDAQ 都只是由上個星期 做了第一陣的回調 那你說是否即時就叫做完成了調整 那麼在短時間之內 就即時會有一個創新高的情況呢 未必得住 所以暫時來說 我相信股價呢 都偏向會有些反覆 甚至乎會不會那個調整幅度 會再多一些呢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買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再等股價 譬如下到110多元那些位置 才再選擇 好啊 好 我們看看美股整體的大事 那麼現在大家都觀望著 星期五出個PCE數據 那麼市場預期最新公佈 即是接下來公佈的核心PCE 按月的升幅就會由0.2% 放緩到0.1% 那麼過去一年的核心PCE升幅 就由2.8% 放緩到2.6% 那麼如果核心PCE的數據 持續放緩到0.1%以下呢 有望增加聯儲局的減息的機會 現在看到利率期貨的數據顯示 預期美國9月啟動減息的機率 仍然是六成左右的水平 你預期第三季美股 特別是標指和納指 能不能夠繼續受惠於 炒減息這個憧憬而做好呢 通常你說第一次減息的時間 那麼對於這個美股來說 通常都會比較有利一點 那麼你看到今次所謂的減息 就不是說來自經濟大幅放緩 就算你說接下來的減息 都可能是說一個通脹 有一點點的 slow down 或者個別的經濟數據 似乎就有些輕微的放緩 那麼這個對於美股來說 整體是好事的 那麼當然你說去第一次減息之後 那麼大家就要繼續看著 比如美國方面當地的經濟情況是怎樣 如果你說去到真的是第三季 第四季的時候 見到譬如就業數據 或者零售數據 都仍是有個明顯的走弱 那麼到時候大家一看 就不是純粹說 接下來會不會再有第二次第三次減息 而是究竟減息的背後 會不會帶來一個 美國經濟有個明顯的放緩 甚至乎去到2025年的時間 經濟的壓力會不會再加大 除非防止 您的確尤其間 最多的其中一個 酷判 除非防止 從三公斤 然後 vs三公斤 又能用到